伊诺是KPL最难评价的选手 说他打得好就是在舔 说他打得差 则是乔西或谦诚的粉丝 伊诺可以说现在是全联盟最难评价的一名选手 因为你只要说伊诺一句坏话 那你就是伊诺黑子 要么不是 要么你就是千宝粉丝 要么你就是乔西粉丝 但是如果你说一千宝一句 说伊诺一句 打得好打得好话 那你就是舔伊诺 你就是流量 你就流量舔子 你就是AG的狗 乔业 奶茶是AG最不能笑的人 迎比赛都不让他笑 双手插都的经典至今都难以忘华 就在昨天AG击败DRG 为第三轮拿到了关键一分 后面只要能赢RW的话 最差也能进胜者组 就看季后赛首轮的对手是否满意了 而这场比赛结束后 奶茶笑得很开心 毕竟这算是一场大胜 上一场输给KSG压力拉满了 甚至一些人都开始唱衰了 加上春季赛决赛的时候 奶茶双手插都的名场面 至今都让人难以忘怀 所以他笑得这么开心 还是有人看不下去 对此猫神一番话比较客观 AG之所以能够两局逆风翻盘 除了选手找机会 跟个人能力强以外 更重要的是教练BP 能够支撑住 他们在后期翻盘 意味着奶茶也是有功劳的 不能把翻盘的成绩都给选手 奶茶今天皇笑 我看他那个镜头给到他 他就在笑 猛笑奶茶今天 今天能让奶茶笑一笑了吧 今天 人家3比0了还不让人笑 这BP这今天有毛病吗 所有能 我告诉你 所有能翻盘的阶级 一个是 所有能翻盘的局 一个是打得好 中后期抓机会能力强 第二个是阵容 一定是在有阵容的基础上 你才能翻盘 你阵容特别弱的情况下 你选手打得再好 都非常吃力 尤其是逆风局 再好都没用 赢了还不让人笑 腰手太高了 太难了 然后就是依诺是 KPL最难评价的选手 没办法做到非常客观 如果你夸依诺打得好 那你是为了流量再点 反之你觉得他打得非常差 自然就成为了小妃子 或者是乔西跟千诚的粉丝 所以不管怎么评价依诺 都会被一些人攻击 怎么说就怎么错 所以可温才会觉得 依诺是最难评价的选手 人情白血 稳定反悔 比如说AG这把没钱买 把我依诺放哪里 不错 今天表现绝对比要老强 之前骂过你 现在先闹过钱 当然你要在这场上 我接着玩 胖黄 同意 AG不管输别输 依诺得先输 犯罪就退役 一般就说混 C一把就26 碰子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 天说一样不累 说实话 现在对于 其实现在对于依诺的评价 几架了一名选手 就你没办法做到客观 因为你只要说 依诺一句坏话 那你就是依诺黑子 要么不是 要么你就是签包粉丝 要么你就是乔西粉丝 但是如果你说一签包 说依诺一句 打得好 打得好话 那你就是舔依诺 你就是流量 你就流量舔 你就是AG的狗 知道吧 所以你对依诺的 现在是没有办法做到客观的 真的 现在都不敢夸依诺似的 一面是完全不敢夸依诺了 一面是完全不敢骂依诺了 总的来说 AG节节败退 AG昏招评出 AG陷入绝境 让我们恭喜成都 AG超完会 就有种这样的感觉 其实这样会比大优势 在高地出现失误 被翻盘来得更舒服 至于依诺跟奶茶承受的压力 比别人都大 特别是依诺 不管怎么评价他 总有人会出来反驳 然后打上标签 不过 AG这场之所以能赢 还是靠的忠义跟轩然 两个人是真大腿 每一场都有这种表现的话 AG必能夺冠 大家觉得呢